崇祯17年 公元1644年 11月16日 经过连年血雨腥风的征战 第五次入川的张献忠 终于正式称帝 定都成都 国号大西 年号大顺 成都 这座两千多年未改名的城市 又增加了一个名字 西京 建立大西政权后的张献忠 兑现承诺 他将当年在绵阳 自同鸡屈山上 败过的张姓文昌侯 立为始祖高皇帝 并令人修庙 各时祭祀之 以求得到永久护佑 此时 威风八面的张献忠 坐镇西南一鱼 多年征战所积累起的巨额财富 以让他宏图大业的实现 有了底气 四川广汉 城都附近的县级市 已是文明中外的三星堆遗址所在地 在洛城街道西南于防湖公园内的这块圣羽碑 是目前国内仅存的 关于张献忠的实体文物 在洛城街道中 在洛城街道中 一天 有很多事 在洛城街道中 封门街道中 都会有任何的 有很多事 在洛城街道中 最后的心理 在洛城街道中 是 我们是有很多事 在洛城街道中 移民的 在洛城街道中 有多久 所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